哇 超級無敵 有夠香的 來 我們來試試試看 你比較好吃 假如夏天你這樣子吃 配秘魯大家 還是說要配飯 都可以 小朋友也絕對喜歡 我們今天來上一道蝦子料理 很久沒有上蝦子料理了 我們要做什麼 做三杯蝦 三杯它比較好下飯 小孩子也比較喜歡吃 很多人都下班去丟蝦子有沒有 蝦子丟到就怎麼烘了 你們可以嘗試看看 這樣我們就進來做這道 夏天比較適合下飯的三杯蝦 來 首先來 我們這裡 這個蝦子我都剪好了 背大叔這裡有一尾來做示範 把蝦虛都剪掉 然後給它開背 開完背來 我們這裡有長泥 把它撿開就好了 然後來 我們很簡單 我們這裡有 太白粉 都把它用一些 尤其開背的地方 也讓它進去沒關係 都稍微把它收起來 讓它均勻一點 熱好的已經滾了來 就把蝦子來 一支一支丟下去 小心喔 那個你不要太窩 我旁邊碎就好了 然後來 我們稍微來 攪拌一下 來 差不多的來 就撈起來 起鍋備用 好 我們一樣來開我 來 下一碗有來 我們這裡有蒜頭喔 炒香 薑片 來 軟辣椒 來 蔥段 來 這個時候來 我們補一點麻油 現在拌 比較不會扣 好 來 米酒來 下一點 來 我們醬油 下一些 來 糖 下一點糖 來 胡椒粉 我們的主角來 蝦子來 哇 很香耶 有沒有 我們蝦子都已經 染上色了對不對 最後來 九層塔 三杯蝦 完成了 來 我們來嘗嘗它的美味 哇 超級無敵 有夠香的 來 我們來氣泡一下 你開始好吃 假如夏天你這樣子吃 配秘魯 大家 還是說要配飯 都可以 小朋友也絕對喜歡 那麼我們今天這道 三杯蝦 做得的確蠻成功的 希望那個這道 影片上的以後 能夠與大家一起分享 那麼我們明天見了 入獎的方法肥大叔 大叔跟你們 安爹主 掰掰 好 祝你們三杯蝦 掰掰 掰掰 喔